伴你读书,共享精密好时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刘娜的文章 又软又硬的女人,命最好 我35岁以后 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那就是,一个成熟的人 一定是又软又硬的 所谓软,是因为知道了人性的幽暗 知道了世事的难权 知道了万物的局限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 还有遥远的歌声与苦难 会生出都不容易的疼惜 你可以将这种柔软理解为慈悲 因为悲悯,所以仁慈 所谓硬,就是因为知道 人生是一场孤独之旅 凡事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如果不狠心去拒绝 过度盘剥和消耗 那只会内伤和死亡 所以对值得和不值得的人 都要有边界,有底线 走出剧情 看见事实 捍卫自我 你可以将这种坚硬 理解为清醒 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摒弃了多余幻觉 和过度期待 又软又硬 软中有硬 硬中有软 犹如泥土 也像风雨 更像这人世间 适者生存的万物 保持善意 也磨砺棱角 我有十条支撑这种认知的具体做法 一并分享给你们 第一 意识到错误后 第一时间去弥补 后悔不超过五秒钟 这世上没有后悔要 如果有 就是负责和补救 第二 避免陷入负面情绪的第一步 是学会陈述事实 我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忘记你吩咐的那件事 我记错了要交这项任务的时间 这都是事实 我真是太穷了 我真够笨的 我傻到家了 这都是自我暗示的负面情绪 只说事实 从事实出发找方法 你会越来越好 贴上标签 你就会继续躺在原地 反向印证自己 并越来越糟 第三 既然做了选择 就去心甘情愿地 承担一切后果 一切后果 包括这个选择延伸 滋生的全部 允许一切发生 接受所有后果 事情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为你稳定的磁场和能量 会给事情带来转机 给你带来福报 第四 和父母只谈生活 健康和趣事 不谈学习 工作和决定 爱和亲情有其双面性 它是精神的原香 也是突围的禁锢 你只有做出了成绩 全世界都会认可你的选择 包括你的父母 第五 只去解决问题 不做没有意义的担心 输了就认 赢了就做长期主义 凡是有办法解决的 都不要害怕 凡是没办法解决的 害怕也无意义 输了接受事实 赢了坚守初心 第六 爱自己的首要法则 是爱自己不够好的 那一部分 包括自己的脆弱 伤疤 犹豫和恐惧 不苛责 不审判 不偏执 开放 抱持 接纳 而后 新的自我 才会在接纳的土壤里 长出宽厚的臂膀 第七 人生诸多悲剧 不是贫穷造成的 而是贪婪造成的 既要 还要 既怕 还怕 最后的结果 必然是 蹉跎光阴中的 得不偿失 因为上苍是公平的 且耐心有限 第八 精力 精力不会让你成长 你从精力中 打捞出的底层逻辑可以 那些厉害的人 都是通过表面的相似 看清了事情的真相 遵从规律和周期 走到人生的阳光大道 独处和复盘 都很有必要 第九 如果你从来都只考虑别人的感受 那就要做好早事的准备 因为 生命的本质是做自己 而科学表明 压抑自我的人 通常都不会长寿 第十 美丑是天生的 但香臭是自己修的 如果你天生没有美貌 那就要努力 做灵魂有香气的人 保持肉身的清爽 和灵魂的挺拔 一样受人尊敬 我和世界爱着你 你放心去爱自己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